KG 20平衡來 珠寶維免異常 來 珠寶的數值是 有最高35%持續時間 減少或效果降低 深淵珠寶則最高50% 是否有Frontier 普通珠寶沒有Frontier 就是階級的意思 那深淵珠寶調整的數值大小 哦 所以深淵珠寶的數值也有改 他生命40會不會改成50會嗎有機會嗎 更強 是否移除了珠寶瓦石沒有舒服 還是可以挖那個 那個2%保留啊挖那個腐化之血還是可以 瓦石的權重是否 可能是20不要啦 不要這個 50不要20越改越難玩 瓦石的權重是否改變沒有 權重 他拿他生命的 瓦石 他瓦石沒有改那合理啊就跟現在一樣 差不多 哪些傳奇珠寶被移除了 確定被移除的有不善意圖 易碎屏障 不穩定承載 這幾顆都很爛 沒關係 水喔 水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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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你要讓玩家玩的好玩這個就該移除掉啊 這些沒什麼人在用的 舒服舒服 有啦不善意圖我有聽過啊 不善意圖藍色的 藍色的一顆 這個是 這也是藍色 這兩個都藍色 這個我就不知道 反正這兩個爛的移除是對的 珠寶權重變多是否 為是否 珠寶的權重變多 是否為相對nerf 我想一下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珠寶的權重變多 權重變多 權重變多 如果你沒有計劃要使用這些詞的話 確實 蛤 我想想喔 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狗意思 他說權重變多還是持綴變多 喔我懂意思了 就是可能一些垃圾的權重變高 這樣子 所以我要駛到的話會更難駛喔 合理 啊不過你 你們都買用花園在駛 改那一點點其實還好啦 你們一定都用花園在駛的好不好 你們暴擊C去丟 除非他今天把另外幾個調成好幾萬 不然 一樣啦 我覺得 差一點點沒有差很多 我會在駛珠寶的過程中獲得更多出現 有價值珠寶的機會 喔真的假的 有價值珠寶耶 大哥有價值耶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又給我一個7%生命然後三爆了嗎 看起來加很多垃圾 完了 等等看一下 哪些移除的任務 獎勵會 進入核心 物分池會直接進入 珠寶瓷庫 像是魔力保留 欸 真的假的 哪些移除的 會進入核心耶 浩哥有早安 抹茶耶 摸摸茶 摸摸茶早安 刷刷茶 有價值 好了啦 有價值 有價值到最後還是他媽一樣 一樣沒價值 我覺得這個魔力保留很猛啊 還不錯啊 這個啊 會進入珠寶 珠寶瓷庫 最近忙 玩不了 沒關係啊 你忙 遊戲有寫好比較重要 對不對 先做好事情再玩 這個應該還蠻猛的 不過他移除是任務獎勵 哇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好像怪怪的 他是跟你說哪些移除任務獎勵 就是指2%保留那些嗎 2%保留那些會進入核心的 所以我那些任務獎勵拿不到 哇 那這樣好像怪怪的 這個我看不太懂 這個我其實看不太懂 你們可以解釋一下嗎 任務獎勵都移除 哇 那我覺得有點惡 我覺得這樣不好 你任務獎勵 任務獎勵拿到的珠寶 有幾顆是好的 對啊 就有幾顆是很好的 那個保留那一個就還不錯 然後你可以挖2%出來 幹你的咧 這怎麼看起來他媽的 惡惡的 我操 爛爛的 好啦 那下一個 給予傳奇珠寶 的命運卡是否變化 將進行調 例如神感嘛 將進行調整 變得更符合 實際珠寶的稀有度 你確定嗎 你神感會開幾張 多開幾張卡出來嗎 還是你會更 更讓我們拿到神感 我只想要神感 我不想要其他的 好不好 那就給我神感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他應該敢啦 音樂繼續切好不好 等我一下 我的 music 有有有 music來 好 像是神感 這種稀有 掉落 會變得更稀有嗎 幹這裡很屌耶 這裡要把他做記號 我們影片上的時候把這個做記號 這裡 這個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我要給他加分啊 這個樓主要給他加分啊 要幫他按讚啊 趕快幫這個樓主按讚 這個 我現在還沒登錄啊 我登錄嗎 我還要手機認證 好我等手機認證一下 贏品會保留嗎 如果贏品被刪除了 贏品也將被刪除 哇 敢不敢不要移屬 敢不敢不要移屬 征服者的訓節 保留效率進入一般磁庫 贏品征服者的訓節 減少消耗時是否進入 一般磁庫未定案 所以征服者的訓節要GG了是不是 哇 他寫未定案 他寫未定案 征服者的訓節保留效率進入一般磁庫 這個未定案 怎麼說 還沒吧 這個還在看吧 趕快那個Reddit多發幾篇文賣嘛 這顆就OK了 生存秘技 可能會變成另外一件傳奇 也是未定案 這個應該也是 生存秘技是甚麼我們看一下 我們一顆一顆看好了 生存秘技POE 有嗎 我們順便幫大家找一下 天無絕人之路 天無絕人之路 作用你與藥劑減少20%效果 藥劑為啟用時 每3秒獲得3充能 就是拿藥劑的就對了 對吧拿藥劑 但是會減效果 可能會變另外一件傳奇 這個好像還好 盜獵者的準星 來盜獵者準星我們一件一件幫各位看一下 盜獵者準星增加10%投射物傷害 靠藥劑這顆根本沒用 這顆很少人在用 這沒差啦 真的 這顆沒差 用別了 See you 魔像珠寶我們沒有更改 而且更容易獲得 那希望下一季魔像改強一點 如果他這樣打的話 下一季魔像如果強一點的話 欸 元素死魔像是不是可以玩 然後塵埃落定 幹 所以我要去瓦 我要用瓦的嗎 他改成腐化限定 他改成 靠腰 他改成腐化限定 我有看錯嗎 這顆呢 這顆其實不錯 看一下 隨便打開看他 他就是CWDT 他用兩顆 然後他就用這個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人就沒人 所以真的 他是CWDT 這個 有沒有 他就用這個 他串什麼 冰矛 他這是冰矛 然後結緣之環 這裡呢 召喚骷髏 他怎麼這個看起來很像 很像在打那個自殺 這顆 召喚物速度 召喚骷髏嗎 這一顆嘛 他就受傷叫骷髏 然後骷髏死掉 物理傷害 這個人看起來很猛耶 還是我們 已經來不及了 下一季已經不能彎了 可是這個會變成是腐化限定 他說這兩顆變成腐化限定 那感覺 感覺會有差嗎 腐化限定 哥們 腐化限定是什麼意思 就是 瓦他才有啊 對啊 就瓦出來而已啊 對啊就瓦出來而已啊 更貴嗎 我想想 應該不會更貴吧 你就買一堆珠寶然後打打打打一直按 隨便瓦應該瓦的到吧 所以這個 這個還是不確定 我也不知道 喔 就變成要刷樹枝 哎呀你現在拿刷樹枝 他媽你還要用神聖石去刷 你才不要勒 我跟你講你才不要勒 你乾脆瓦出來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對不對 你現在神聖石改那什麼死樣子 合理吧 沒差吧 對吧對吧對吧 對吧 大家一定信我的 幹